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們開心拿行路髮箍 冷冷的天 他們腳上卻可能是穿壞掉的拖鞋 髒到黑有破洞的布鞋 他們是家裡環境相對需要加強的小朋友 幾乎才小三、小五的年紀 可能還要照顧幼稚園 沒讀書的弟弟妹妹們 環境差資源少 百貨每年的耶誕節 會讓他們家福基金會 這一群小天使許個願 送他們最想收到的禮物 準備囉 一、二、三 快點 仔細看有一個人拿兩個禮物 是因為他把自己的願望 許給更小的妹妹 這個禮物的願望你需要什麼 尿布 尿布 你想要尿布喔 我是想給我妹妹的 想給你妹妹 為什麼 妹妹需要 怕他們尿在我床上 造成你的麻煩 是不是 嘴說是怕麻煩 但其實是害羞 旁邊的包包跟襪子 是SOGO這一次 多送給他的 阿娜你呢 你是什麼 鞋子 鞋子 為什麼 鞋子壞掉 上體育課跑步 終於不怕跌倒 好多孩子們的願望 都像這樣 對我們來說 好小 但卻是他們的大事 其實你就是看了心願 你會覺得很心疼 因為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其他的小朋友 可能 完全不於匱乏的東西 但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有的 住在非常遙遠的偏鄉 有的 雖然年紀小小 卻已經要 擔負起小家長的責任 SOGO做這個 耶誕心願 這個活動已經做了 二十幾年了 那我們每一年 跟非常多的這個 社會公益團體 尤其是照顧 特殊禁育小朋友的團體 來合作 像家福基金會 那我們就讓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包括員工 包括我自己 我們都可以去認養小朋友的心願 每年都有這活動 SOGO可能跟家福 之前是陽光基金會 消費者或許員工 看了禮物卡都能認領 就算不花錢 多的Happy Go點數也能捐 當然 ESG沒那麼簡單做 太陽能板很難想像 白貨也有 我們現在就踩在 新竹SOGO聚全的頂樓 白貨公司畢竟是以客為尊嘛 你要他節水節定有一定難度 所以他們設立了這樣子的太陽能板 你很難想像 白貨什麼都賣 他們現在甚至賣綠電給台電 在過去三年來 他們已經發了160多萬度的電 因此甚至規劃在明年的初期 要再設立第二期的太陽能光電板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當未來的碳交易劇場成熟之後 碳排不算低的他們 也能有所隱移 真的是什麼都賣 但那是現在 以後是個你是什麼行業 百分之幾的電得用綠電的時代 否則像百貨這麼多國際大牌 那些品牌你若不符合資格 他們不會合作 累計發了162萬度電 賣143萬度出去 減少825噸碳排 大概2.5座大安森林公園的年薪收量 百貨本身佔比很大的餐廳 SOGO要求得是綠色餐廳 意思是要環保甚至追蹤食材碳足跡 而賣的商品基本的平貨回收給優惠 節電塑料少一點都在做 百貨商場ESG也很到位 US新聞張嘉玲瑞開讀新竹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合作為雷 記錄和小鈴鐺